讲经人才 古时候是经过 严格培训出来的 现在没有了 如果要恢复 还是要走 老祖宗的老方法 才行 老方法 是要人开悟的 大车大悟是明信皆信 这是大法 一般至少也要有大悟 小悟是常常有 极小悟为大悟 经过老师的应苦 这才能出去讲经 训练讲经 自古以来没有开班的 我们在台中 李老师是开了个班 专门来培训 古时候没有 古时候是从听众 听众里面选策 无论出家在家 多心 第一个 就是 德行 德行 德行就是持节 就是苦行 老师如果观察 认为你德行可以 然后就看 具不具足 讲经的条件 讲经条件 第一个 记忆力要好 第二个 理解力好 有这个条件 就可以培训了 培训的方法是 复讲 复讲 不实有自己的意思 完全是老师的 漏掉的可以 不能增加 这要很有耐心 这个方法 给诸位说 从阿难尊者开始 阿难积极精脏 就是复讲 讲漏掉的没关系 自己不能加一个字 不能加一句 不可以 全是释迦牟尼佛的 一定要忠于 教主 三位从哪里来的 专一来的 业门深书 常识寻修 古人常识寻修的目标 是一千步 读书千遍 其意自尽 你要学这部经 这部经要念一千遍 那学奖经 这一千遍 那学奖经这一千遍 不难 如果要教你 把这一部经连带 注解那一千遍 就比较难了 就比较难了 但是 这个一千遍下来的时候 没话说了 你不可能不开悟 为什么呢 分量大了 更容易失心 你心也不专业 你背不下来 一生就这一步 这一步通了 你没有学过的一切经 全通了 佛法教学 中国古人教学 如根道 独用这些方法 并不着重 祭送 不着重 那叫你念一千遍 什么意思呢 把心定下来 这一千遍是修定 你没有定 你做不到 你有妄念 你有杂念 有妄想 决定做不到 专心 专心 就是定了 定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开悟 我们会不会让你 去永远 二千遍